香港人申請 Open Work Permit 去加拿大聽得多 究竟有多少人拿著 Open Work Permit 來了加拿大呢? 當然,我也不知道 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終於遇到我的 Open Work Permit 的新同事 Ryan 也遇到他的 Open Work Permit 新同事 究竟他們是怎樣的呢? 首先,如果你是取得 Open Work Permit 在過去的五年內,你是畢業才行 我相信雖然不是 100% 但大部份的人都是年輕 剛剛畢業 我想說,如果他們現在來加拿大找工作 做一年就可以申請 PR 呢? 這個的確是一個好的時機 為甚麼呢? 首先,第一就是正值現在加拿大 就是一個 Reopen 時間 之前是因為 Covid 了,所以就 Lock Down 就是因為我們要控制疫情 後來就因為我們逐漸越來越多人打完一針兩針 我們現在要 Reopen 了 那 Reopen 多了 那情況是怎樣的呢? 以前 Lock Down 你不知 Lock 到何時 那店鋪關門了 不可以開門了 這樣員工其實我們會 Lay Off 它 解僱了的員工,當然你現在 Reopen 他 Call Back 你 回來,你又可以回來 但其實絕對是不會 100% 的員工 都會回去做同一間公司 反過來就會是大執位的 尤其是在店鋪,以前一定要關門 現在經濟重開開了 你不要說食肆零售買東西 現在很多 Medical Center Dental 其實很多 Clinic 都開了 那由於你說就算有一半人回來工作都好 那另外一半其實他都要再請過 所以由於是大執位的時候 所以其實市面上是有很多廣告是請人的 大家其實開 Indeed 的加拿大 你就會見到的 起碼我這邊Toronto 的情況就是這樣 而第二件事 我覺得這個對於 Open Work Permit 的 Holders 是一個好的時機 主要的原因就是 其實 COVID 之後很多上班的生態改變了 其中一件事最重要的 就是很多 Work From Home 的工作 Remote Work 的工作 即是所謂的在家工作 那這件事為何特別對 Open Work Permit 的 Holders 是有利呢 剛才也說過 他們都是比較年輕一點 可能二十多歲 如果剛剛畢業五年來 其實你在香港 其實絕對不是大多數的人 在二十多歲 你在香港駕駛開車 你很懂駕駛 你有車牌你有車 這些人首先來到加拿大的話 如果我是沒有這套車牌 我未考 或者我未去買車 或者租車的話 其實如果你找到工作 是 Work From Home 再加工作的話 那就很棒了 因為你不需要立刻去逼自己 考到車牌 也不需要逼自己要保持一輛車 因為好像其他省我不知道 可能是容易一點的 但在加拿大的Toronto 你考牌 你路市都要考兩次 你才可以永久拿到牌 第二就是 尤其是年輕人 你在加拿大 你第一兩年 你未有那些 No Clam 那叫甚麼 No Clam Bonus 其實你的保費是很貴的 分中可能是三四百元 尤其是年輕人會更貴 你想一下 我供一輛車 幾個水 再加幾個水 可能分中 你已經每個月 就需要一千元加錢的支出 但如果你是找到 Work From Home 起碼你可以減低這方面的支出 即是你乘搭公車的錢 都可以省下 其實說到找工作 其實現在究竟甚麼工作 是最受歡迎的呢 因為這期我自己也有看工作 我就知道 凡乘你們寫 Remote Work Work From Home 這些工作 這些Ad是最快結束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已經很快請到人了 這個很明顯 就是最受歡迎的工作 而人工高才是第二次歡迎的工作 這個就是COVID 其實它永久改變了 這個上班的文化和生態 甚至有些工作 例如是 Call Center Customer Service 都好 其實你都可以 如果公司給你有台電腦在家 其實你都可以Work From Home 即是不僅傳統上 是IT的工作 你可以Work From Home 說了現在是一個好的時機 是給Open Work Permit 的 Holder 過來找工作 順便移民 其實我又想說一下 這班其實都是年青人 他們可能真的是90後 我記得以前我在香港的時候 可能是90、91出生的 90後剛剛踏出社會的時候 曾經有一期不知道為甚麼 很多人一起說這班人 又說他們做事不行 又說他們是很遲到的 很歧視這一代人 由於我都有工作過 90後 我反而覺得 其實你說他們年青 衝動就一定會 因為年青人肯定是相對的 比較衝動的 但我反而都覺得 看到他們有些不錯的地方 例如學習快 因為現在我們很多人都用電腦 學電腦快上手 亦都有交代 亦都很容易成為朋友 就算遇到一些 我覺得是他可能覺得 不是很容易 跟同事的同事都好 他可能都會忍 然後找到方法 去跟他相處 而我覺得 他們對於整個團隊 有比較好的影響 就是 其實他們不會很實際 去看一件事 我見我的開業同事 他們相處 就像一起上學做一個項目 但搞定這件事 不會給予很多無謂的壓力 說這件事很緊張大師 很重要 即是不需要 而且某程度上 他們都會忽略老屁股那套 甚麼老屁股那套 就是他們在公司 就自己 要別人去追蹤他自己那套潛規則 例如有些地方是禁地 你不能去Cade Club 但可能年青的人不太離 照做 反而他能夠做到他自己那套 不一定 我覺得對這團隊的進步 其實是有幫助 而且認識到他們 發覺他們都是比較有主見 例如他們會知道 看到香港的形勢 雖然我可能拿不回NPF 他們出來工作可能很短時間 NPF也不是很多 他寧願放棄他的NPF 他都會整個人他要先離開 他覺得人離開是比較重要 甚至有些可能是 他不會來家人的反對 他自己都會離開 我回頭 可能我以前在他的年齡 我都未必敢去做這些決定 但他們會這樣做 我覺得他們真的比較有主見 覺得沒有東西去輸 想去外國生活 他們就會做 不會有任何的猶豫 今集分享到這裡 大家有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集見 拜拜